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河南卫视大型文化节目 华语之门 我是陈坤 欢迎您收看 本节目感谢 十点元青花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个主题 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佛教的文化 大家知道在古代 比如说在西汉 这佛教从印度传到了我们的中国 以至于到现在 我们收藏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 就是与佛教主题有关 对吧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 也许在家里面 长辈也会供奉 或者会收藏和佛教有关的藏景 其中蕴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那么今天会给我们 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要掌声有请 第一位吃饭人登场了 有请他 我今天带来的 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都是国民女神 但是他们却爱着同一个男人 我叫徐宝强 谢谢大家为我加油 你好 刚才听你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让人很有遐想的空间 你说国民女神 但是你说起来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 就让我又觉得很好奇 你所谓的这两个美女或者才女是谁 他是我们民国时期的四大美女里面的两位人物 大家猜猜民国时期的四大美女都有谁 软玲玉是一个是吧 周璇 周璇 林辉英 陆小曼 对吧 但这四个人当中是哪两个 你们他们两个还是情敌 那你要说情敌嘛 那只有一个符合条件了 就是这个林辉英和陆小曼了 可是你说这两个林辉英和陆小曼 和你的产品有什么关系 可能这个产品也许是徐志摩大师 对吧 你这么言之早早 说是徐志摩的有什么理由没有 我就大概猜的吧 猜的 对 你越说我越好奇了 如果说林辉英和陆小曼 他们共同在一个善变上来作画的话 你有理由相信这个价格会很高的 我估计的话 看最多能不能超个七八万块钱吧 腰杆挺得还不够迟是不是 但是我很想问问 问问大家 你们喜欢林辉英还是喜欢陆小曼呢 林辉英 林辉英 徐老师如果你是徐志摩 你会先爱上谁 虽然我心许 但是我不是徐志摩 一家族 如果是徐志摩 他一定是爱上陆小曼 我们都认为是林辉英 林辉英比较端张比较踏实 可是陆小曼 骨子里他是一种浪漫 这种人 换到现在 100个男人至少有95个男人会喜欢 我怎么就不相信了 因为你只代表了100个男人当中的其中之一 不过转回头来 我问问你 你今天把这件藏品带来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哥哥是在做服装行业 花家之后 开了一家古玩店 他就狭收藏 现在家里收藏的到处都是的 我们估计的话至少收到5000万的是有的 5000万啊 对 静静的这个服装生意不好 我们的服装公司的 我家里有七八百个职工 因为我们一个月开人家的工资都得八九百万了 我们现在想把这个股 这个方面的去把它弯掉它 其实服装它也是能够有投入产出的 但收藏做好也有投入产出的 你这哥哥他只买过没卖过吗 他很少卖 我们还在全家都缓掉他 这次搞来的就 到请几个老师鉴定一下呀 看他的眼光如何呀 那现在呢 他的这个收藏到了一个检验的时候了 不管通过什么原因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可以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林辉英和陆小曼 来 有请专家 财貌双全的林辉英 热情奔放的陆小曼 她们是徐致陌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她们所画的上面可能同时出现吗 她们是为谁所画 在书画创作上 谁又技高一筹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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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刚才说了 这两大媒体要多认为四大媒体的主人 两个财务 我们现在如果把两个人放在一块儿 大概其实比较一下 林辉英是不是实人 陆小曼是个字 林辉英是个字 写得真棒 兴趣 多端啊 像是这个陆小曼 陆小曼的皮字呢 也很帅真 这两个人的画 居然现在在一块儿 谁个字呢 谁个字呢 谁个话 这个林辉英的小字能写成这样 那真是 又是无从不可 如果从会话上才讲 尽管它坚定坚定画开 但是 从这个山本画中的 弄理的灵魔性 要应该 到 为什么 陆小曼的画画 是真有高师之变 头 你比如说 任海富 陈半斌 还有就是 赫天剑 这么 知名度很高的话呢 曾经是他的老师 这种文化 之后 一定要求见德 要 越过古人的三菱 新称陆小曼的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在固画上 应该 陆小曼 高 林辉英 林辉英 在书法上 应该说 高于 林辉英 根据这个山子的 高和寬 根据他的高和寬 这是一把扇子 真的 一把扇子 对 这是一把扇子的反正面 啊 然后还有 这是一个 33股的秘股 婚式的扇子 我现在最后最后 这把扇子的扇子 应该是一个 民国有身份的女性 女性 女性 好吧 另外 这把扇子 很可能 原来 是个向上 这是一个 民国时期 二位 才女 林辉英 和杜小曼 各画的 一面扇子的真 谢谢 谢谢 老师 如果你是徐志摩 你会喜欢谁呢 有 要根据我 这把年纪啊 只能是二十年 那必须的 我觉得我还想 一名批子 所以刚才我也分析了 这人应该是 举手 因为专装 而且心境的故事 所以 因为肉小曼 是否应该要好一点 你看这几个回合 你看每一轮都打成平手 是不是 现在要出价格了 来市场观察团各位 请出价 余彪先生给出12万元 郭先生给出10万元 余彪先生给出了10万元 余彪先生给出了10万元 你这个 那是谁呢 谁呢 哎 我一鞋子你叫问我 哈哈哈 你问我 我也往上先回答这个 我们尊敬的秦老师啊 选择了林辉音女士 我恰恰跟秦老师相反 我选择了陆小曼 请问原因是就有一点 因为我是经营字画 陆小曼的价值 要高过林辉音的艺术价值 它的价值越高 我肯定选越高 你这个 哎 伤人四位 哎呦 没办法 但是真实 首先呢 第一张画呢 是林辉音的花贵 上面的收藏价值和测验都一样 一扇比三瓶水 宝贵的价格呢 是四万元 下面这幅呢 是陆小曼 因为刚刚我从日本回来 看到陆小曼的一张小的 宠服的小作品 成交价是两万七千三百元人民币 一扇比三瓶的说法 应该是两万一瓶给六万元 四大美女其中就这两位 善生化 能收齐就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们加了个两万元的分 十二万也只是今天给一个感情价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来不白来 对 是不是 这说明他还有一点眼光 有一点眼光 对 其实这也是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对吧 华一之门的真品证书 将来都会作为一个佐证的 好了 掌声祝贺他 谢谢 本栏目由冠心病专利药 易安宁丸特别支持 本节目奖品由设定员金花提供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这是我家的一个传家宝香炉 我很好奇的是 其他人的香炉是铜的 为什么我家的香炉是瓷系呢 我是陈世龙 这是我的爸爸 我们来自河北狼房 两位好 在家里啊 你们说的这个香炉 是在什么地方 怎么用的呢 这是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 我现在一直也在用这烧香 基本上保存的还是挺好的呀 是不是 怎么说呢 明天他们老说 有说是清朝的 有说是明朝末年的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就找家们给看看 也想拿一个真品证书 烧香的嘴巴 我把真品证书 搁在官员坡的旁边 这官员坡的看着也高兴 哈哈哈 谢谢谢谢啊 这对华语之文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褒奖啊 你告诉我 你觉得他是古代的吗 你觉得他有多大年龄了 这是一个季兰佑 他上学在明星 你自己都网上查了是吧 查了 接下来呢你的徐老师 会交给你更多的知识 希望你都能记得住 好不好 来 有请徐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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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那个乡乡乡乡画 肯定是一般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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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上面呢 有了一个撇口 所以像一个佛一样的人 所以叫博士 而且呢 这种博士呢 就是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流行 在清白到现在 一直就流行 那也就是说它的上限 就是在明代的晚期开始业后 在明末新初的时候啊 他这个脖子会比较高 这个动作会比较圆 然后博士到康熙以后 他这个脖子 这个脖子就往外扁 然后动作啊 就可以变成变变圆形了 那所以 你一看到这个口子啊 不是很外扁 但是它脖子又比较长 那这个下限一定是在靠近 可能在鉴定时期 你不光是说有些单身 还有青花的 还有彩色的 那有青花有彩色的话 肯定上面有绘画 绘画会来造成这个特征啊 有什么实在的特点 但是南京来看的话 就是单色油 明清自己建立的最高的经级就是单色油 单色油就是一种颜色 那你怎么看那些东西最多钱 现在我们中国有一种很均匀的叫中国 就是湖南里林苗 除此之外 中国所有的这种单色油 不可能烧均匀 一旦看到一些单色油 烧得非常均匀的话 这些东西就要打不住了 所以你看 这些东西啊 从上到下 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均匀 可是呢 那上面蛋慢慢慢慢地往下越来越深际 它这是有一个质感现象 因为什么呢 当这些东西放进去烧的时候啊 它的柚子要往下吹 所以它慢慢地 从上到下 它是有整齿浓淡的升际 而且这一圈 它的浓淡升际也不一样 有的地方升际有的地方干 所以这样的游染的话 我们感觉这些东西啊 它这种既然的 又一直的 是非可自然的 的确是碰到 烧均匀的那种特别 它这是一种硬烧器 但是肯定要比较高 这样的地方 就在这 它是加入的 而且这些东西啊 应该是明末清楚 既然有的 这杯女的 好 谢谢许老师 谢谢 现在要估价 其实 我觉得在你心里 可能对它也琢磨过啊 大概它能值多少钱啊 要是老的 我心里估价也是 3万块钱吧 3万块钱 那我们先来看看 它目前的市场价格怎么样 各位 请出价 余先生给出3万元 郭先生给出4万元 北朝先生给出3万元 这些东西 如果是传品下 没有什么毛病的话 市场上现在流出价格 应该是8万左右 为什么我们给了一个4万的价格呢 因为第一个缺点呢 它吃圆了 就是烧的瓢了 第二个呢 就是比它起泡 烧到温度太高 然后底略微有点糊 第三个 还有它的口颜 有两个颗 这个词剂啊 这个品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给它一个折出的价格 4万块 好 好了 这本证书呢 来 送给你 兄弟结善缘 仁义 郑天珠 岳先生呢 他就是北京同仁堂 老药铺的第14代传人 电视剧那个大展门 其实讲的就是岳家老铺 天珠 关于它的这个传说啊 有非常多 但其实天珠的起源 迄今为止 我们都是没有发现的 余先生给出了600万 老人留念想 家中常供奉 为什么有个莲花呢 就这个一直带着 如果它是三拿的完整的话 应该在六七十万之间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喝熟水真解渴 华语之门由金麦郎梁白开赞助播出 本节目奖品由设定员金花提供 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饭人 大家好 我来自法国 我是莎乐 我来中国学习你们少林武术 很喜欢你们中国的美食 也喜欢中国的文化 华语子们 我来了 你好 你好 你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我家是李文明道 刘尼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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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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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普通话说得太好了 我听说那里有很多火山 我听说那里有很多火山 你见过火山喷发吗 对 真的吗 真的 你那个时候有见到火山沿浆流出来吗 刚过的时候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你还想拿 我 还没捞起来 手没了 对 说了这么多 我很好奇 他普通话说得太好了 你在中国有多久啊 五年吧 为什么到中国来 我想练着小林武术 哦 你练了什么舞 军尼道 哇 学没学过说河南话呀 中中中中中 中中 不够标准 我教你啊 好 中 中 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 标准了啊 记住这是我教你的河南话 第二句 犁尼望 哈哈 等文化吧 是不是 一诺啊 剪包起来 那这个呢 有一个是我的朋友送给我 我自己买 你在家里的朋友 刘尼王的朋友 送给你的 可是你们那里这样的东西很多吗 不多 那个朋友是中国人的 中国人啊 可是这个 你要花多少钱买它呀 这个十万 我的天啊 要是真的话我觉得你可是剪大漏了 肯定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又要让 专家为你健保了 好 好 有请 你好 您觉得您最喜欢哪个颗呀 我非常喜欢这个 对对 好吧 好吧 近几年啊 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收藏按照者 对金猪的收藏都非常的着迷 因为金猪是非常非常技巧 也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这个市场呢也是非常的云混的 嗯 那天猪啊 咱们第一个要去看一下包浆 大家都知道中稿的路件啊 都会有包浆 真天猪啊 会非常游泳相抑制一样 看这个像挪沙式感一样 没有包浆 嗯 所以不好意思告诉你 噢 这可能假天猪 但是 噢 对 没事 嗯 嗯 那大家再看这个 要用纹路来说 是一颗三眼 金刚三眼 甲天猪的纹路 会是非常表面的 就很浅 因为甲天猪都是用酸碱 古时石头的很表面的一点 并不是渗透进去的 而真天猪呢 是从内老外散发出来的 这个底色各个方面 都是非常有厚重感的 所以您看您这颗也是很浅 很表面的那种 像玻璃一样整个的感觉 所以不好意思 哎呀 别太伤心 还有两颗 对 后面还有 那我们现在再讲这颗 好 听出啊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很好的间谍 看它的工画文 如果真正听出是表面是用用半月的工画文 一般也叫法提文 两个听出的工画文 它们是用那种小刀啊 把它割出来的 您看 这颗工画文 非常的不自然 每一刻都像刻的地方 哪都有 就是 你看这一片 有皱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真的特别不好吃 这颗也是 嗯 假的 那这颗这么小的 你觉得还能看吗 现在 还看吗 对啊 看看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一定要坚持 你知道就是这个 也是告诉大家哪个学习的 这一颗啊 大家可以看 第一呢 看它的包浆是非常油润的 非常的细腻 摸起来滑滑的 像肌肤一样 看它的色澤 可以拿这个一对比 就非常明显 就它这个颜色的底面啊 是从内往外而散化出来的 非常深沉 再看到这颗的工画文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自然 而且在黑色上面啊 会多一点 白色上面小一点 这颗是非常符合真金色标准的 这颗还有很多猪虾点 猪虾虽然不是 这颗是渐进天出的一个必要标准 但是满的猪虾啊这种 会被天出啊 增加于这种 呃 大家喜爱的地方 嗯 所以非常恭喜 这颗是 比较很好的 一颗小的 如意两眼天丘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各位 请出价 哇 北调先生给出了 30万元 在2013年保利的时候 当时拍了一颗两眼天丘 是28万多 嗯 在2016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30多万左右 所以呢 最后我总和给出了一个这个价格 嗯 就是30万元人民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 嗯 谢谢你 这么喜欢中国的文化 谢谢 谢谢 华语师们正品周书 送给你 谢谢 好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本节目奖品由设断员金花提供 挑战有请下一位吃饭人 人们都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到华语之门 已经来了20多次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 收藏这个信念 我想 经过不懈的努力 最终我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我叫张果柱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 有请 我终于在华语之门的舞台上 见到博学漂亮的陈坤 谢谢 谢谢您的喜爱 对 我刚才还在想 我说我们肯定没有在舞台上见过 还有点面生 但是您都已经来了20多次了 就是连你的影都没见到 这些专者我都多吃 影就要接触 这是什么原因啊 带来的东西都不对 都不对 都不对 好吧 你这四年一共拿了多少件宝贝来鉴定 每一次最少要在10件以上 重量都在60斤以上 哇 全军覆没 你光这20多次往华语市门跑啊 这来回路费啊 食宿啊得花掉多少钱 大约这10多万块钱不到20万吧 路费啊 你还买东西 全部保护 没事 也是根据自己经济条件 我特别好奇的是什么呢 你说你这么多次啊 每次专家说是假的 那应该说每次学习了之后 都能够有所提升才对啊 为什么您坚持买假 一条道走到黑呢 第一 学的知识不够 第二 现在这个假的东西太多 后来我就开始干脆多研究假的 我看这个假的到底是什么特点 把假的研究清楚再说吧 你要想把假的研究清楚 恐怕这辈子是不够的 您跟我说说它是个什么吧 这个是一个香炉 它款式大名宣德 但是我看它不可能是大名宣德 它应该是清晚期左右后访的 或者民国之前 从包姜看又不像是 现代作假做出来的 它多少号 像有一点老气啊 哎呀 这说话当中的用词啊 这种语气啊 和我们苏老师啊 是有那么一点点像的 但仅仅体现在语言风格 这个如果再买假了 那回去咋办 你还买不买了 我这人呢 必须要达到这个 我所要追寻的目标 我只要能买到一件 我称心如意的东西就行了 我简直要吐血了 啊 有两个词 都是四个字 一个呢 叫坚持不懈 另一个叫什么呢 叫执迷不悟 那你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啊 大家还得听听苏老师怎么说 来 有请苏老师 苏老师你好 您先跟我们说说 你这个东西啊 能值多少钱 又是真的万八块钱 假的 如果假呢 咋办 假的没关系 我这么多学费都交过了 没事 你有些观点啊 你上台在那边说的对 我也在说 失败是成功之路 这很好 观念 那个我最好少一点 那么你如果说 你是看华语这本出身 我自己就觉得我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杜老师 我们都是你的学生啊 哈哈 这在当在我这儿啊 哈哈 是我的方法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电视上 要对全国的朋友 存在一个正确的 要收藏的方法 纵向上 一定要有下场中 全球战果的形态当中 原点轻 来到今天 要有一个大概的 历史知识的打破 为什么 每一个时代的古代艺术集 它所呈现的 它的行为文事 一定和它相应的历史背景 一切相关联的 第二 你要掌握相关的公益层 多看某个 多看国家 淘穀化学的器 拿这些标语器 现在我们建立正确的信心铺 第二 入队圈子 找队人 多余真正的朋友交流 这样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那么你今天带来的这支炉子 你说什么炉 一般是香炉 那么既然是理佛用具 器型和文史就要 与现在的佛国名化相本 它的器型一定是尊重文厚 卸妖优美 一般香炉 哪怕把龙耳捕住 它也会像一个佛 你这个把耳朵捕住像什么 像一个罐子 两只耳朵 龙耳与器身的心灵比例 有些不邪妖 再加上上面的文史 人口文 它的时代特征 都与清代或者清代晚期 风格相近 龙耳呢 其他龙手 又与明代的龙手呢 有些相近 那么这就出现 时代的特征的混乱了 再加上两只耳朵 如果是老的 它是柱节 你明显测房下看到 汉节工艺 所以这综上左术 这是一支 综合现代一些 时代特征混乱的 现代工艺品的房子 非常遗憾 你看咱们先抛却年龄不说 这么多年了 虽然没见过面 但也是朋友了吧 我呢 作为晚辈 看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收藏的故事之后呀 从您这儿 我也是觉得 您先不要买了 要想买 先把知识给储备齐了 把这个钱花到去博物馆呀 去一些大的这个拍卖会呀 大的一个展览呀 花到这些路费上 行 多学 少买 先不买了吧 不买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其实刚才老爷子也说了一句话 说我花的钱都不多 但实际上 收藏界呢 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 那就是 现在捡漏的机会太少了 你要买一件真正的重器的话 花的钱必然少不了 所以拿买彩票的心理去买收藏 可见结果会怎么样 所以《怀疑之门》呢 是没有门票的 是电视上为大家传授收藏 鉴定支持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每周四晚上来收看《怀疑之门》 但是第一位是以长见识为出发点的 千万不要以简陋和暴富和侥幸 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本节目奖品由设定员金花提供 《红毛药酒》每天两口健康长寿 本来目由《红毛药酒》赞助播出 我来自北京 从事说话行业已经十多年了 也办过多次展览 特别是今年在中东阿联酋 举办了一带一路 中国文化艺术走入中东的活动 对于收藏 我的一位老友呢 对我的影响非常重大 他说一个好的艺术品 不光是自己来享受 更要拿出来 让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来既是完成自己的心愿 更是圆一个老友的梦想 您好 欢迎您到来 您好 您刚才说要完成一位朋友的梦想 我很好奇 什么朋友的什么梦想 我的一位老大哥呢 是京城的一位知名的收藏家 因为一个好的艺术品 不是独自享受的 是要向大家展示出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欣赏的 对 所谓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再有一个呢 我也在他那儿呢 看到了黄周老师的这幅双浅图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说呢 黄周老先生呢 画的最多的就是驴 闭着眼睛都能画 因为都装在他心里了 对 他在新疆生活了三年 在那个江湖的环境里边 是这个驴还有狗 陪伴着老先生度过了那些岁月 所以他们是他最好的生活上的伴侣 人们都说嘛 说画人难画手 画兽难画什么狗 对吧 黄周老先生画一只狗的画 剩过三条驴 嗯 那我们看看这幅画 好 你看他低头的时候 那个眼神 虽然没有看到他那个眼珠 可是呢 那个神眼是含在里头的 并且我特别看到那个 在他这个身后的这个铸呢 带着一种深情 而且呢 非常的有人性 我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 您呢其实平时也做一些文化的传播工作 是的 我也在这个书画行业从业了十年 特别是今年的上半年 嗯 我组织了一场 嗯 中国的文化活动走入阿联酋迪拜 践行了咱们习主席一带一路的文化方针 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书画从业人的一种骄傲 哈哈 当然其实也会输出很多的努力和艰辛哈 是 来我们听听专家讲一讲这幅画 好 好 谢谢您 现在您一个问题 黄昼先生姓什么 梁 梁黄昼 黄昼先生不姓黄 姓梁 啊 特别是姓梁 梁先生是有老师的 是我们程安法赛 领袖就是张黄明 过来黄昼先生也成为程安法赛的代表人 黄昼先生 因为去新疆 曾经在那待过 分年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 无论在贩卖市场 还能看明天有传的 黄昼先生的画 都跟新疆有关 当然画的最多的就是小毛流 啊 曾经画过百余九 一百十余 就是同样 今天这张画 黄昼先生 要看这个事情呢 应该像是在雪地里 一黑一弹 一阶一阶 一阶一阶 刚才老十还说 这心想这个后面的 因为在后面的时候 基督就是一个壮定面 神开 比 bet 三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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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因为这里面有一段故事和一段情谊在里面 大概在四年前我定居在杭州 有一天我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说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要到杭州 希望我能够陪着这位台湾的客人到各个景点去转转 还有呢 他是一边是到杭州考察的 然后我就认识了 来自台湾的岳决心先生 然后是他送给我的 岳先生 您简单告诉我们好吗 同仁堂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解放前他是叫 北京同仁堂老药铺 岳先生呢 他就是北京同仁堂老药铺的 第十四代传人 电视剧那个大宅门 大家都看过 大宅门里面呢 他是讲的是白景旗 白家老号 其实讲的就是岳家老铺 然后他觉得我在这几天里面呢 这个跟他也比较聊得来 在临走的时候 他就送给我这个 那今天来到怀鱼之门啊 我很想了解一下 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愿望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天珠 它是到底有什么用 或者是怎么样的历史和来历 所以想清过今天的这个 想各位专家了解一下 我很好奇 这么优秀的先生 为什么还没有娶亲 不管是胜男还是胜女 只有优秀的才敢胜下来的 好了 那你喜欢陆小曼还是林辉英 我两个都不喜欢 有原因吗 他们那种太浪漫了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我只要一个贤妻良母 能够陪在身边 简简单单就好 对吧 对对对 一下子就说清楚了 好 太好了 谢谢 太好了 来 我们听听专家讲一讲 有请 兄弟结善缘 仁义赠天珠 九眼是天珠里的王者 都俗称叫九眼王珠 这样 这一颗就是一颗九眼 哇哦 这个杨子先生 是有佩戴这个天珠 出席那个维尼斯红毯的活动 余先生给出了六百万 老人留念想 家中常供奉 为什么有个莲花呢 就这个一直带着 如果它是三拿的完整的话 应该在六七十万之间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这是一所没有门槛的收藏学校 华语学院 华语之门 唯一线下课堂 为您的收藏提升引力 保驾护航 9月22至27日 白海波古域鉴定 高级研究班开课 白海波老师 带您前往郑州 邦步等地 探访古域造价基地 教您古域痕迹学 六天 让您的古域收藏 打开新世界 10月5日至7日 五色炫耀 中国元明经的五彩 与独裁开课 华语之门著名瓷器鉴定专家 崔凯 为您讲解 明清彩词的前世今生 10月13日至15日 华语之门著名 青铜鉴定专家 松正高开课 与您品鉴 青铜器的赏心与便费 以上课程 均小班授课 学习涉嫌 0371-5532-2400 156-3901-1611 华语学院 为您的收藏 保驾护航 华语学院 柳语学院 它的传说 它的制作的方法 和制作的议品 连续经理学 我们都是没有发现的 在新堂书 还有五代史 在阳梦古书上 有对金珠的记载 其中有一句是 云术之好者 一朱一两码 咱们翻译过来改革 我们的意思呢 就是好的天猪在当时 一颗会关一匹汉水宝马 所以我们再加上过来 感觉一颗好的天猪 可以关一样白莱丽 它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天猪呢 也建设过一次咱们 汉藏文明的交流 在长泰宗时期呢 文称公主 嫁到七藏的时候呢 也加入了一件宝贝 是一只释迦宏仪佛 十二岁的仙将 现在呢就供奉于 大朝寺 这根绝卧佛呢 就变在所有藏文心中的宝贝 藏文去朝拜啊 都是为建筑的火象 当时入藏的时候 藏文宋藏当主 就特地为这个火象 兵制了一身天猪盛光 所以从长泰开始 就有很多为天猪的地板 这也是普遍认为 为天猪是至少很长以前 您这颗天猪 是一颗六眼天猪 这也是古老的宗教 对眼睛很大力很崇拜 这个线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一颗双线 六眼会看到 这有一条线就有一条线 而且这个天猪 黑白分定 而且保持在江湯感染 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这颗也是真正的天猪 非常地恭喜您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你身上还带着一个天猪 这个眼数呢 比这个显然要多好几个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 了解天猪的 或者听说过天猪的 肯定都知道天猪里九眼 所以天猪里的王者 都俗称叫九眼王子 这一颗呢就是一颗九眼 哇哦 非常的抢眼 是不是 虽然说它并不是透着那种 像灯光打出来的那种颜色 而且这些关于尺寸有一个说法 就讲超过四厘米的面积 就是一大一颗 你可以拿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啊 我目色应该就在4.12厘米左右 等于上品的 而且很大的一颗的 但大家也可以对比啊 看一下这些作业 那这个就是这种尺寸 是非常非常好见的 嗯 而且这颗天猪啊 当时在11年 美丽兹电节上 这个杨子先生是有佩戴 这种天猪出席那个 美丽兹总场的活动 哇 所以非常好看的 哈哈 天猪啊 它一直是有记载 是可以用药的 嗯 包括现在一些造药厂 还有在收一些断了的天猪 因为真正好的天猪 价格很高嘛 他们可能不会用那个去磨掉 但一些有些摔断的天猪 也都好顺着 而且那些也都是 有价值的 用钻珠 过去磨通的物料 现在的当家朋友在收 嗯 好 谢谢 哈哈哈 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它的价格 你认为现在在估价以前 这颗六眼天猪 它能值多少钱呢 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 台湾统论堂工作 我是担任它的助理 哦 因为这是我跟这个月先生接缘 具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所以我想的这个无论它值多少钱 我也不会卖的 我想它甚至不愿意去猜一猜 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会给出它一个客观的市场估价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了解 是吧 来 市场观察团各位这家 请出价 余先生给出了 600万 北交先生给出了 500万 2012年北京汉海拍了一次六眼天猪 当时是成交价是368万 在2013年北京保利拍了437万 按照这个品质还有就是说它的持续来说 可能这个会更略胜出一些 我给出了一个我认为您保守的一个价格 500万人民币仅供参考 谢谢 好 今天呢我们会为你送上一本证书 这个是我们鉴定完成的任务 是吧 当然了 我还有一个其他的任务呢 也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为你实现 好吗 谢谢 好 本栏目由冠心病专利药易安宁丸 特别支持 本节目奖品由水电源君花提供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饭人登场 大家好 2012年我开始看《华语之门》 2013年我买了人生第一件产品 2015年我又买了第二件产品 结果前两件都是假的 今天我带来了第三件 希望它是真的 请大家支持我 好 哎呀这个过程真让我纠结 你看两个吃饭人都说 哎呀从哪一年 九位中学好 我喜欢了华语之门 主持人好 后来 后来我就不断的买假货 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冤呢 你告诉我 嗯 快问快答 第一件买的什么藏品 一个香炉 花了多少钱 100块钱 第二件买的什么藏品 一个青花盘子 多少钱 300块钱 你没打算买古董啊 这件什么时候买的 几年 花了多少钱 1万2 呦 300直接涨到1万2 厉害了你啊 你觉得什么年代的什么东西 清宗往期的 什么工艺啊 是粉茶的吧 你告诉我 如果对的话 它价格多少 应该在1至3万之间吧 嗯 那就先看看真假吧 是吧 来 徐老师 徐老师好 现在先不问他啊 我问你这个啊 这东西干嘛呀 吃面啊 我这个一层面的话 我得吃三个 你认为它 会是这个 吃灰面吗 吃灰面吗 能的发热量没这么大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脸盆 脸盆 太小了 我用头嫌小 太小了 你没有脸大 所以太小了 是那个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种盆啊 有大啊 有中号 也有小号 这种啊 带折眼的东西啊 一定是洗手 或者是洗脸 所以它叫折眼洗 因为这个折眼正好是什么呢 下面有核木的四个脚架子 正好这个折眼啊 就像我们的一个脸盆一样 搁在上面 本彩的东西啊 你不管新的也好 老的也好 可能是有什么的 不可能是实用的 就是这个吃东西 对不对 那好 现在我们搞清楚的这东西 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那我先问问你 嗯 你凭什么下12000块钱 去买的这个东西 嗯 首先它是手工拉皮的 新做的也是手工拉皮的 不可能是压磨的 我看它这个右面很滋润 而且有缩油孔 新做的烧起来也有缩油孔啊 你这个白肉说是滋润的话 值得能够来看哪里滋润啊 还有第三 我看这个材料比较透亮 哎呦我去啊 你眼睛比我还 我都没看出来透亮 还有隔离光上面 上面有隔离光吗 那个彩上面 你咋知道这个隔离光是没有新做的 我真讲 还是徐老师说的算 明清时期到现在 很多地方哪里是想象不到的 就是说我要画一个底 就是老的那个底 接在新的这个整个一个盆上面 添加不大 我可以当中这个盘 单独抠下来 放到全新的一个上面去重新烧一下 你根部也看不出来 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做隔离光很简单的 把那个真的隔离光跟假的隔离光 怎么区分的应该 真的隔离光啊 就是说我们在彩池上面 为什么会有隔离光呢 因为它这个彩池啊 不管是绿炎啊 它都是什么呢 两化红 里面都含了铅 如果有铅的话 它一定会半铅 因为这个粉彩是第二次烧上去的 白露是高温的 粉彩它是低温的 所以它会在这个轮过线 某些地方产生这种骨彩的光运 但是呢 这种光运呢 不会紧贴着这个轮过线 它会离开轮过线 差不多一毫米的地方 很自然 而且这个光运的这一条啊 撑似不起的 但是现在做出来的隔离光 它会在这个轮过线 很整齐的有一圈光运 第二点 彩上面 弄样翻线的话 也会有这种不彩的光运 但是这种光运呢 你要测着光 在某一个光点下面你看 哎 彩上面啊 为整个的光 而且呢 不是全部的 是局部的 还有一个啊 在任何时期上 看到绘画的路 一定要看到绘画的绘画 就是说 你怎么样的爱个东西 你自己比划一下 是不是这样啊 如果你觉得这样啊 一定是很便宜的 这些东西肯定是不靠近的 这些东西绝对不会发现 那如果我们刚刚说 踩着这种隔离光 然后呢 能够这绘画 就可以来判断这些东西啊 应该是一件 正品 谢谢大家 好 太好了 现在我们听听它的市场价格怎么样啊 他买的是一万二 来 请出价 余先生给出了两万五 郭先生给出了三万元 北较先生给出了两万元 这类东西属于名调当中比较常见的这类东西 艺术性不是很高 买竹董一定要买的它有艺术性的 你给三万块钱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里给你给的一个友情价格 好 还有什么真品证书 还是恭喜你了 祝贺你眼力有提升啊 好 好 再见 本节目奖品由设断员金花提供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石宝人 我带来的这一件是那个一尊佛像 这是我奶奶那一辈那个传下来的 在那个家中一直供奉着 我对这个收藏一点了解也没有 今天来到这个华语之门 就是想通过专家来解决这个困惑 你这个造像还是蛮特别的是吧 有的说这个是清朝 也有说这是明朝的 我也不知道 让这些专家给见面一下这个具体的年代 这尊造像现在属于你吗 对对对 你觉得它这尊什么造像 这个是那个释迦摩尼吗 手持莲花的释迦摩尼 好 请苏老师见吧 你好 收藏圈里就是故事多 刚才陈坤美女说了一句 吃莲花的释迦摩尼 我对这个一点那个研究都没有 你最关心的问题 你刚才说了就是年代 对对对对 如果是年代和清末民国的 同样的一尊造像 它的经济架可能会差很多 那么首先解决这是一尊什么造像 这根造像呢 左手是陈坤里 右手是陈坤里 如果把这个莲花拿掉 它的整个形象呢 看起来的一种方正 法器呢是逻辑 这是释迦摩尼正部时的一尊造像 是这个莲花一放上 它为什么有个莲花呢 就是这个一直带着 底部 这个封底明显的和这个造像 开体的老化程度不同 再加上封底的堕底痕迹 也不符合它的时代特征 还有如果是释迦摩尼的主人像 它应该下面是盘坐的年荒堕 你请别人看过或者家里老人传传的时候 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 这朵莲花我们现在拿掉不放 就跟它肯定不一回事 对 那么它的开脸就叫方正 方正中带着圆润 庄重慈祥 以及这个衣巾开的这个宽大 和整体的头部与身体的比例 都符合明代佛造像的这个行运比例特点 再加之什么 这种一边的这个画边 它里边那种细刻的纹饰 你在非常大力下 仔细观察它的入刀出刀 即真品与仿品 存在着刀法的熟练的那种差别 那么通过仔细观察这一尊造像的雕刻工艺 可以说是相当当确实的 那么再加上 底部是由于这尊造像 它元气应该是一尊三拿朵 下面一个一段呢 是一个圆的莲花座 在莲花座下面还有一些是什么 一个六方的白水座 所以这个座子的问题 是由于你项链那两套流失了 如果有的话 如果是真品 它的价值会有 差之几倍几十倍的价格 那么这个封底所年代的不同 也是正常现象 在历史传承过程中 后人可能二次封底 这个是符合正常现象的 那么这一尊莲花是咋回事 我想呢 应该是一个不懂佛教仪归的人 哦 放这上来了 错了它放在这个造像上了 所以呢 综合以上这些特点 这是一尊明代的 释迦伯尼正像真品 没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 现在要对它估价了 你的心理价位怎么样 明代的话就是三十万吧 来 听听市场观察团的估价怎么样 各位请出价 二十八万 二十万 二十五万 这份造像呢 它的尺寸应该在21厘米左右 今年春季 北京朱茂兽家拍了一尊 只有十三点几的一尊 这种释迦伯尼成造像 明代溜金的 当时是以17万2500元人民币成交 但是它的造像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但是呢 在2016年的邦石拍了一尊 有几座的 当时就拍了是七十几万 所以呢 综合这个拍卖的一些信息 来衡量 我给出了一个二十五万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谢谢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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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证书我都可以非常安心地送给你了 谢谢大家 好了 观众朋友 下周同样时间 我在这里等待着你 怀疑之门不见不散 再见啦 再见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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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